真正不晓得要怎么样来解释 这位95岁的阿嬷 因为多重器官衰竭送医 医生治疗之后也判定说 人生已经走到尽头 就让家人抬回家里头 要等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 不过这时候奇迹发生了 灵堂也布置好了 法师也来了 正放起这个佛经录音带的时候 老阿嬷居然双手合十 跟着念佛经 而这几天 她还可以热情地招呼客人 连她的医生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老阿嬷一看到客人来 就露出笑容招呼相当好客 如果光从外表 可能会觉得老阿嬷没有什么异样 但她在一个礼拜以前 可是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死亡了整整一天后 听到了佛经起死回生 就是这段钥匙流离光佛经 一个礼拜以前老阿嬷 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家属放弃治疗 将老阿嬷领回家里后 放在客厅的礼堂中 隔天在亲友的建议下 家人用耳机让老阿嬷听佛经 没想到不到五分钟 老妇人就突然起死回生 还双手合十地 一起跟着念佛 目前老阿嬷的身体仍然有些状况 因此还得在医院里面进行观察和治疗 但死亡了将近一天以后又重新复活 现在还跟人有说有笑 也成为了云林当地最不可思议的奇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